晚宴上凤九和莫先生举止亲密 沈夜看到有些吃醋 菊诺向沈夜献殷勤 沈夜无情拒绝并离开了晚宴 君后问凤九西泽大人的去向 凤九不知 长帝上前说西泽是为了菊诺去采护心草了 两人争变中西泽出现 并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凤九的关心 帮凤九解了围 此时沈夜看着流星雨 依然独私阿兰惹 莫先生和凤九聊起了帝君这次的言行 凤九回去后 莫先生收到了一封访凤九笔记的信 这封信正是两姐妹的计谋 帝君一夜守护凤九 天亮便离开了 黑衣人趁机在凤九的茶水里下了春药 凤九醒来喝了茶水后便晕倒 莫先生前来查看 发现凤九中了相思瘾 便去找帝君 帝君决定将计就计 两姐妹等候时宜去了画访 以为莫先生和凤九在帐中 喊来了上君 却发现帐中是希泽 上君得知真相 罚两姐妹软禁 莫先生告诉凤九真相 凤九有些惊讶 希泽会为了自己和两姐妹作对 凤九和侍女在林中散步 不小心撞进了沈夜怀里 沈夜装作无事 推开了凤九后就离开了 侍女告诉凤九 菊诺公主因为未婚先孕要被问斩 长帝也因为打碎了一盏明灯 要被流放 凤九惊讶事情的转变竟如此之快 莫先生知道是帝君改变了 事情的发展情况 为了探知阿兰惹被害的真相 莫先生决定利用凤九留住菊诺 莫先生去找凤九 告诉凤九菊诺不是上君的孩子 所以这次上君借机想除掉菊诺 凤九会救菊诺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三声赛事枕上书速看吧